有關那個 所謂要限制軍備的對話 這通常都不會有結果 第一個就是你所指成的 對方發展的武器 他不會承認 比如說極硬術武器 現在中國大陸有承認嗎 沒有啊 是啊 然後你說他 核武增加了多少數量 他有承認嗎 也沒有啊 所以這第一個就確認的問題 確認的問題就 基本對方不會承認 那第二個就是 他未來要發展什麼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這個就是 那個軍備談判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內在的限制 那真的要有效 大概只有兩種途徑 第一個途徑就是 我們就軍備做總的限制 比如說像美國跟俄羅斯 本來核彈頭都超過一萬嘛 那後來降到六千多嘛 你敢這樣談嗎 那中國怎麼可能跟你談這個呢 中國現在核彈頭不到四百 你美國有六千多耶 那這怎麼談呢 所以中國即使他要發展多一點 你也沒什麼好講的啊 你自己有六千多耶 你怎麼談 所以這第一種邏輯啦 要嘛就是像華盛頓 以前那個海軍會議 就是英國日本還有美國嘛 談你的艦船的頓位數的限制 所以後來不是出了一個 5比5比3嗎 那很久以前了啦 我的意思是說你如果沒有辦法談到這種 數量上的一個總體的限制 那目前中國跟美國不可能這樣談嘛 那最後就只有一個退而求其次 你只能夠談 互動上的避免擦槍走火 對就表示說我們至少還有在對話 我們還有在溝通 那這個有可能啦 可是就是說 什麼叫做互動的避免擦槍走火 那就是有一些區域你不要來嘛 比如說 你是不是盡量你不要飛進我的12海里 問題是 美國不承認你南海島礁的12海里啊 問題在這裡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東西談來談去 沒什麼用啦 不會有共識的 不可能啦 比如說美國怎麼可能承認你 南海島礁的12海里 因為他不承認你是那個自然島嘛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領海領空嘛 那這個中國不可能接受嘛 所以為什麼雙方會在南海有較勁 當然是這個原因啊 那中國跟日本的較勁是因為主權領土 都說是我的嘛 是 比如說釣魚台 釣魚台就是這樣嘛 那 中國不可能不去巡航釣魚台啊 因為他認為那是他的啊 是 對不對 所以你說 如果是 是這一種 你承認我不承認 或者是你認為是你的 我認為是我的 那這個怎麼談呢 對啊 就涉及領土跟主權範圍的時候 所以我認為 能夠談的都是一定是很低階的議題啦 就是 我們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要怎麼辦 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就是 我現在有空軍的交互準則嘛 那未來是不是海軍 也要有交互準則啦 那 我覺得最多只能談這些啦 不然其他大概就是 聊天啊 至少要把那個形式做出來 表現出來 事實上這個根本不叫談判 這個叫talk 他是對話啦 就是talk啦 那個事實上 那個時候拜席會之後 英語媒體是寫Nuclear Talk 那talk根本不是談判嘛 所以只是聊天而已啦 但是誰要跟誰談 奧斯丁要跟許其亮談 那還是要 那都沒有用啦 因為奧斯丁的級別太低嘛 奧斯丁你能夠決定 你的國防授權法的預算嗎 那大陸方面希望說 那我也是派個國防部長啊 那當然是嘛 因為美國現在到底國防授權法 就是他的國防預算 7700億會不會過 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所以坦白說啦 那個這種大的議題 也不會到國防部長就結束了啦 到最後還是要到總統 可能多建立幾條熱線比較實在啦 目前就只有這個嘛 那你是不是海軍也建立一下 空軍也建立一下 保守自顧那個雷根總統基金會那個 那個是針對全部民眾的啦 那前面那個是針對年輕人的啦 那年輕人對美國民主失望 這個當然可以理解啊 今年1月6號就衝進去了啊 大家都看到啦對不對 那共和黨35% 還有人不承認拜登當選 一直到今天 那主要就他看到這個民主 第一個就兩極化嘛 就兩極化越來越嚴重了 嚴重到互相不承認 跟彼此的正當性 那這是第一個啦 那當然具體就表現在國會的暴動嘛 這個大概很久很久以來 大概是第一次啦 那第二個就是他有很多議題都無解啦 他們當然看得到嘛 比如說那個華爾街運動 那個1%針對99%的 那大部分人就是沒有錢嘛 就是他的貧富懸殊啦 很嚴重 然後目前政治基本上被有錢的人控制 這個現象也無解嘛 那比如說你講到這個治安的問題 那你針對那個擁有槍支 那個槍支的暴力 這也談了很久了也都無解嘛 比如說最近那麼多案子 你也沒有看到拜登 拜登是在那邊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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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他提出法案嗎 就沒有看到嘛 就沒有看到就說到底這種敗壞的治安 然後槍支泛濫啊 因為美國的槍支超過人口數 美國人口是三萬三千 三億三千萬 他的槍支超過三億五千萬 是 而不是每一週都可以涌槍自重 所以有些地方是有的人有兩支槍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這種狀況 那到處都涌槍 然後甚至前一陣子不是發生那個Kittenhouse 那個case 就說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持自動步槍 上街為了自衛 你這一週如果做出這樣的解釋 那大家就比照辦理啊 所以我那天就看到一個報導 就是一個黑人在叫他的兒子啊 叫他自動步槍啊 那叫他巡邏他家附近 大家都來啊 因為他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就變成是 那那個就很容易發生槍擊嘛 那所以美國目前真的是 很多兩極的議題都沒有辦法解啦 比如說你剛剛有提到那個 國防授權法為什麼會卡住啊 因為民主黨有些人就認為說 我憑什麼要通過你七千七百億的預算 你社會法案還沒給我過 所以民主黨的人也跑票你知道嗎 是 那共和黨的人也有跑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國防授權法案是可以加掛很多 個人法案上去的 那結果其中有一個法案是 要對北溪二號做制裁 那拜登就認為說你這樣會得罪德國嘛 那個人就硬要搞 是 那就有幾個共和黨支持他啊 所以他們也不投 所以說拜登把他那個法案要威脅要拿掉嘛 那他就不支持啊 結果就造成表決沒過嘛 這個是 因為這個案子 國防授權法之上就是他的國防預算案啊 歷來都是兩黨一起通過的 是 那今年就卡住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美國現在的政治真的問題很多啦 就是 民主黨的人說 你要跟我社會法案一起表決 那共和黨的人覺得還不夠激烈 你還要去制裁德國 因為他們反俄羅斯嘛 所以你就看到 有些人反俄羅斯 有些人反中國 那這個優先順序當然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中國規劃的泛亞鐵路其中一條啦 就是從雲南出來的 那他一路要蓋到馬來西亞 那另外一條是從廣西出來 要經過越南 可是那一條現在暫停 那事實上你如果把那個 中國跟中南半島把它加起來 然後來看中南半島的地圖啊 你會發現永禎剛好在中間 他就在中間 中間點上 所以我有時候在跟我金融界的朋友聊天啊 我跟他說你如果有一個東西 可以投資放十年啊 那你可以到永禎買東西了 他就是未來的芝加哥啊 事實上芝加哥就是 美國的貨運中心嘛 那如果說泛亞鐵路未來是順利蓋 那就是說從永禎 就會延伸出很多鐵路線嘛 那從永禎作為集貨站 運到中南半島各地 那等於是 剛好是中心點 那他就是一個樞紐 對對對 他事實上跟芝加哥就非常像 當年芝加哥就是這樣崛起的 是 他就是貨運中心嘛 所以你去看他的機場 他的機場就是全美國最大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同樣的概念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當然 就是像賓哥講的啦 就是這個有歷史意義啦 因為泛亞鐵路 就是終於開通了第一條 你知道 那 因為 這個當然 牽涉到 那個 東協內部的穩定的問題啦 還有中國 逐步 逐漸要 逐步要處理他跟 一些國家矛盾的問題 比如說他要處理跟越南的矛盾 那那個第二條泛亞 就會從廣西出來嘛 那 還有他跟緬甸 緬甸也是要談 所以 就他逐漸的克服了 他跟東盟的一些問題 然後東盟的經濟如果再往上發展 就RCEP一定會慢慢落實一些成果 那 泛亞鐵路就會逐漸成型 那一般估計大概就是 本來 很多人估計就是2035左右啦 所以美國那時候非常擔心嘛 因為 他就直接想像說 中國的那個陸軍可以通過高鐵 直接開到新加坡 是啊 所以這個對 就軍事來講 就是一個重大威脅啦 所以今天我們下午 我們在討論這個節目 這個內容要怎麼放啊 我就跟我們裡面 一個同仁講 說電視牆是旁邊要放一個拜登啊 眼巴巴的看著這條路 對 一個示意圖啦 他沒有辦法阻止 其實就是那個概念你知道 就是說 他美國現在也都在盯啊 美國盯很久了 事實上我看到那個漫畫 是 東協嘉一的時候 2014年 那那個時候 美國就有人畫出那張圖了 說中國早晚有一天 會把解放軍 直接透過鐵路 運到新加坡 美國那個時候就有人畫那個圖了 2014年啊 14年 那大家認為這個整個泛崖鐵路成型 大概是2035嘛 但是你知道那個圖的話 那個概念有一點好像要把 中國大陸是視為威脅嗎 本來就是啊 對吧 當然是啊 其實那你這樣講 那32個國家也有跟中國很依賴的 我覺得倒不一定啦 他也許是還沒有做 因為出口商品的普惠制 中國他依賴的程度已經非常低了啦 那事實上他就是尋 他是一個 因為一開始他參加WTO的資格嘛 所以就有這個普惠制了 那很多人都認為他的國力已經超過那個階段了 對 他影響中國的出口其實很少了 很少了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是歐洲特別要去制裁中國 他是認為你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能適用了這樣 所以其實看到有很多的大陸輿論也認為說 其實呢 這很好啊 這代表說大陸已經提升了 這個就好比 已經進化了 就好比韓國跟新加坡嘛 也被人家唸啊 說你怎麼還用開發中國家 那後來新加坡跟韓國就自己放棄 那他也曾經被批評過 所以我們台灣也是啊 我們台灣也曾經被批評過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欲請呼籲大家加入訂閱充數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達成百萬目標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共創2021的奇蹟 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